高雄捷運出現一名41歲的罪漢 他的舉止非常的怪異 坐在月台椅子上 摳襪子 脫鞋子 那麼讓警方到現場 處理了4個多小時 畫面中正名喝得醉醺醺的男子 走進了高捷生態園區的月台 他坐在椅子上 行為相當的詭異 先是摳一摳腳 接下來把襪子脫下來 又再穿上去 路過了乘客 覺得他的動作舉止怪異 立刻通知站務人員 他有脫序的行為 騷擾 還有經過的乘客 有那個騷擾的行為 有一喝醉的男子 還騷擾乘客 因此高捷 立刻通知警察到場處理 沒有想到 他從椅子起身以後 走到了消防設備前面坐下來 開始和警方一爐在爐 警方要求他出示身分證件 醉漢卻拿出手機 根本不理會對方說什麼 還要路過乘客配合 證明自己沒有犯法 以赴你能夠怎麼樣的態度 因為男子已經酒醉 失去了理智 捷運警察最後強制 把他帶離了現場 等一下強制會難看喔 什麼強制 不知道 你要走就走啊 沒關係啦 沒事啦沒事啦 醉漢在高捷上癮的鬧劇 發生在這個月5號下午5點多 男子爐了4個多小時才落幕 警方提醒乘客 遇到極止怪異的可疑人士 可以按緊急服務鈴 讓警方到場及時的處理 維護乘客的安全 記者陳盛意高雄報導 請教他們